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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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奇的故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好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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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太近了 我是甘罗 如果你要有兴趣 咱们可以再比拼 走 甘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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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罗兄弟 这是好功夫 小弟谢过你了 谢什么 你的空竹早就没有了 空竹能再做 可是鹰性去难觅 你叫什么名字 名字我叫小娇花子 你就没个名字 谁知道呢 爹妈生下我时 怕是给我起过名字 可惜自从丢了爹妈后 那名字也给丢了 我还没给你介绍呢 这是我师兄秋无雪 这是我师姐月儿 你们是师兄弟三个 怪怪的功夫 这么厉害 厉害吧 这倒不算什么 我们的师父 玉儿 不可随意提及师父迷信 小娇花子 小娇花子 我这里有些银子 你去买点吃的吧 师兄 你就生口气吧 师姐那性情你还不知道 心地太善 你是想做也锁不住的 除非他 除非什么 除非他口袋里 一点东西都没有了 否则不算你钱财 他是不会心安的 这倒也是 多谢诸位 后会有期 总算让这些碎银找到好去处 他们拿去准能吃上一顿好的饭菜了 师弟你说呢 师弟 等我 大家都过来 都什么时候了 还逛哪儿兵 不许你多嘴 今天是你娘大寿 我们买点礼物给他老人家 我不说了 再给你逛好了 这三字怎么样 再说你们呢 你们说话 刚才你不是不让我们说话的吗 那是刚才 现在啊 说 好 那就算你和我送给伯母的礼物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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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街健衣 赤比心智 众伟看关 谁要上来试试 不用糟砍 不能放到竹子 哇 谁能爬到顶上尝到没酒 哇 是呀 先来试试 我来试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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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少年 功夫了的 可见我刚才忘了说了 不能用轻功 所以那酒你还是不能恨 好 好 好 嚷嚷 嚷嚷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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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现在这酒我能喝了吧 好 此地果然是人界地灵 这位看官年纪虽小 心智过人 佩服 佩服 走 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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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管我 留在这儿 少离我 好小子 站住 住手 王儿 不许胡闹 为臣拜天大王 起来吧 谢大王 王儿 你老大不小了 怎么还如此打打闹闹的 日后长此下去 怎能治理大秦江山 王儿 你应该多听听太父的教诲 其余袭读史经 诸子百书才是正道 是 孩儿之道 大王 其实王儿这也是局域早日成才 以便助大王治理朝政 七国争雄 朝野宠上京武之道 其实王儿都是跟蒙将军学习武功罢了 一来他日沙场上可以建功立业 二来也可以强身建体 海飞 你总是过于捏爱王儿啊 王儿 还不快倒点茶给父王 哦 是 父王 王儿 我这样问你 一大早你去哪儿了 呃 我 我出去打猎了 打猎 嗯 打猎倒也能从中勿出攻守围捕之道 不过你应该多思 不可只当儿戏啊 啊 啊 孩儿记住了 爸爸大王 熊大人在偏殿等候 嗯 王儿 你身为太子 虽说还少年幼 但也要懂得如何做人之道 将来 你做了秦国的大王之后 这些道理不可以不明白 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话 你要多问吕丞相 吕不韦 知道吗 啊 儿臣明白魔后的苦心 娘娘 你辛苦了 喝杯水吧 嗯 跟了太子这么久 乖巧了 这苹果就赞给你吧 这苹果就赞给你吧 谢娘娘 好了 王儿 别到处胡闹了 嗯 恭送娘娘 儿臣恭送母后 好了 好了 起来吧 哦 太子 可是因为一大早没有猎到什么猎物是吗 别着急 明天早上 我陪你去 得了吧 就你聪明 瞎猜 其实啊 太子今天根本不是为了一只猎物而生气 哦 那是为什么 当然不是了 不过也是个猎物 我也很想把他抓回宫来 奉大王之命 陈兄高已将赵国太子田压界归我大秦 大王 以赵太子田为人质 我大秦有备而无患了 虽说几年前的那长平一战 赵国将士被我大秦坑杀四十余万 赵国上下复仇之心 人人有之 可是 今天太子田在我大秦首长心中 想必那赵国自然会投辱忌弃 不敢贸然进犯 轻举妄动的 嗯 好 此计甚妙 长平一役 乃我祖威公 但至寡人接管朝政 对这事一直视为心病 深恐赵人复仇王秦有所举动 如今 有赵太子田压在我大秦充当人质 寡人心病去也 大王 太子田如何处置 恭请明氏 这可 此事已交由文秦侯吕不韦决断了 大王 吕丞相出使燕国未归 此事可否 既然吕丞相未归 那么 你就安顿太子田让他居于客舍 这 诶 军高 往日见你伶牙历齿 今日怎么这般吞吞吐吐了 以微臣之见 此事应尽早决断才好 不过 虽说只是一个太子田 但毕竟涉及到秦兆两国之间微妙的利害关系 此事说小也大 这等事 还是等吕不韦回来以后再说吧 是 文秦侯乃是大秦的中流砥柱啊 凡事必势必恭亲呐 熊高 寡人听你之言似有所指啊 熊高不才 妄为老臣 绝不敢另有他意 熊高只是严由新出 敬佩文秦侯而已 果真如此 寡人也就放心了 寡人只是担心朝中有谁离心叛道 你争我斗而已 文秦侯 明日就要回来了 寡人已派人到吴里亭去迎接他 微妙齐秀 如如有家 好好 孩子们 你们都快起来吧 伯母 这是我和秋无雪送给您的礼物 您看喜不喜欢 喜欢 喜欢 还是育儿心系 知道我想要什么 那当然了 师弟 你这当儿子的 有什么孝敬娘亲 慈母兽 子孝中 智永俱天下间 好好 娘 这诗 可能当我的贺礼啊 能能能 博儿虽无财物 但诗嘛 倒也能贵如万金 伯母 我送您的礼物 您忘记了 不愧 不愧 你们的礼物啊 都很珍贵 伯父怎么没回来 他呀 只想着他的生意 我爹也太过分了吧 连我娘的生日他都不敢回来 干罗 你们来干什么 我们特意给你羊来祝寿的 祝皇母 俘虏东海 好好好 今天是我的寿辰之日 你们大家要多喝点酒 吃点菜 来 开席吧 我是某将军 你们 谁是甘罗呀 将军光临 寒舍生辉 我是甘罗的母亲 请问将军找我儿甘罗为的何事 我此番前来 就是叫甘罗过讽一句 这位将军听上去颇有兴师问罪之意 只是不知我家罗儿犯下了何等事 竟要将军亲自登门拿人 这件事说小也小 可是要说大嘛 也够大的了 小小的甘罗竟敢得罪我家的主人 你家主人 他是谁啊 哼 说出来 恐怕会吓着你 贫富乃是痴无骨长大之人 的确不是被吓大的 我倒想冒昧的听听 是谁竟如此龙以虎威 今天是我娘的生日 我不想找大家的兴致 你这个猛什么僵什么的君 既然专程来找我 那我就跟你去一趟了 罗儿 娘 放心好了 我不会有事的 我去去就回 哎 你还赖在这干什么 走 公子 甘罗已经带到 好 啊 干罗 你不是让我看清楚吗 我当然就要看得清楚了 嗯 嘿嘿嘿 公子 你如此以表堂堂 嗯 该不会也是个有眼无珠之人吧 走 哎 你这么转来转去的 难道你还没看见我甘罗 难道还没看够 哼 看见了 只不过我想看看你小小甘罗有什么能耐竟敢让我在众习干面前出丑 甘罗 你太张狂了 嗯 甘罗 今天你得老老实实的给我赔个不是 哎 赔个不是 那也可以 以你贵公子的身份在众人面前出了个大丑 给你赔个不是也不算太过分吧 只不过 不过什么 哎 你要是能够对上我出的上联 我就心服口服的给你赔个不是 对对联 犯的上费那份神吗 哎呦 你是怕赢不了我不敢对吧 好 对就对 我就是要让你心服口服 哎 真敢对 怕你不成 哦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你省了吧 少啰嗦两句 好 我出的上联是踏倒垒桥三块十 哎 哎 哎 别急别急 慢慢琢磨 咱们明天在郊外的河边见面 到时候你能对上那还算出 哎 哎 你还是留点劲陪你主人想想那下联吧 哎 让他走 这个甘罗也不是什么三头六臂 不就是出了个上联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了 哎 你还真是不懂啊 问对子这还真是个半联庙队 庙队 嗯 他庙就庙在 这个垒子是由三个十组成 与那个踏倒垒桥三块十 相应成去 太子将军 刚才宫内传来大王之命 明日文信侯使烟归秦 命将军前往吴里亭迎候 明白了 我自然回去迎见 是 师弟 嗯 玫瑰公子是谁呀 怎么将军府里的人都叫他主人呢 一定来头不小啊 罗儿 以后啊 少于那帮权贵来往 以免招惹是非 干家也曾是侯向门帝 说起你爷爷干冒 谁忍不知 他还是前朝的重臣呢 可是到了后来呢 还不是死于官场之争斗 罗儿 官场险恶 你以后切记 不要踏入官场 你可记住了 孩儿记住了 诶 师弟 刚才那个贵公子是谁呀 怎么有如此派头 连将军都成了他的下人 看来 正非等先之辈 只是我没搞清 他究竟是何身份 我觉得 伯母所言也有道理啊 官场中人素以厉害而分 还是少惹是非为妙 诶 有客人来了 你怎么知道 我不但知道 他还是小叫花子呢 小叫花子 这是什么东西啊 石头啊 小叫花子 穷得只剩下石头了 石头随时可食 既可以打狗赶猫 也可以作为玩物 小叫花子 还没吃饭吗 你真行 这是奶壶不该提奶壶 嗯 嗯 嗯 吃吧 哎呀 这豆的真好吃 当然好吃了 这可是我最喜欢吃的东西啊 你人也好 好人会有好报的 是吗 等将来啊 我有出头之日 一定要报答你的 出头之日 哎 乱世出英雄 说不定哪天我就成了王啊 猴了什么的 哎 信 快吃吧 哎 我说啊 你人真好 咱们交个朋友吧 交朋友 对呀 怕什么 就是将来我做了再大的官 我们还是朋友嘛 对吧 我怕什么呀 那就好 哎 是个朋友 就总该有个名字吧 总不得以后你真的成了王老猴的 我还得叫你小叫花子呢 嗨 谁给我这个叫花子起名字 别叫人叫掉大牙了 嗯 那我听你起 真的啊 快给我起一个吧 嗯 哎呀 哎 我说嘛 这个名字不是人人都会起的 算了吧 哎 算了 就叫小豆子吧 小豆子 是啊 咱们相识就是吃这豆子 以后呢 我一吃起这豆子 一定不会忘了你这朋友 嗯 对 有道理 小豆子 这名字好听好听 就叫他了 哈哈哈哈 啊 小娇花子有名字了 小豆子 哎 小豆子 你来找我们一定还有别的事吧 哎呀 你真神了 嗯 我还想 快说呀什么事急死人了 我想和你们同成师兄弟 嗯 是吧 绝对不行 绝对不行 为什么我哪靴胳膊少腿了 师父不会收你为徒的 拜见 来 师父 都来了 哈哈 起来 起来 我们来了不好吗 省得你一个人寂寞啊 怎么 师父孤独难挨呀 平常到哪去了 这 哎 我去给你做饭去 哎 我来帮你吧 哎 去 快 师傅 这是不是又想做我的徒弟 正是 我叫小豆子 正是来摆你为师的 慢慢 我可不是随便收徒的 还不随便呢 都收了三个了 加上我也不多 是啊 我是收了三个徒弟 可各自有因 求学学武资质极高 鱼儿心地善良无邪 甘罗马乃聪明绝顶 你有什么本事 说来听听 本事 我多的是啊 好 那我可要考一考你 你动动脑子 好好地想一想 你用什么法子 可以让我离开这个座位 小豆子 你想干什么 我一定骗不了他离开那张椅子 干脆来个火工 烧他的椅子 烧不得 这不是上策 我告诉你 好 好 好小子 掀了瓦还害猫 师父 你说了 这下要收我为徒了吧 甘罗 师父 叫我 甘罗 这不是小豆子的点子 准是你教他的 你不许瞒我 快说 实话说了吧 师父 是甘罗哥 教我的点子 你的为人倒还算诚实 本性不错 小豆子 快拜师父 拜师父 慢 慢 我只说他诚实而已 诚实乃做人之本 没说他有什么过人之处 班罗 你知为师心善 不认小猫丢命 出此点子实在是过分 师父 你岂能不知 这猫有九条命 这样掉下 它不会有事的 你还狡辩 参见娘娘 参见母后 免礼 谢母后 王二 有何事心烦 说出来听听 不说也罢 不过为了一副对脸而已 对脸 上面是什么 踏倒垒桥三块十 踏倒垒桥三块十 母后 那你能对出来吗 下连应该是 剪开出自两重山 剪开出自两重山 妙妙妙 王二 王二 今日 文姓侯回来 你要留在宫中 不要乱跑 供应她到 好 看出自两重山 公铅 糟 虽然 马电 马 马 马 快 将军 大师不好 丞相车被遇袭 门县侯 门县侯他 什么 参见绿神像 小人文宝 大人突刀行御 我正大大吃惊 老夫本来就是一名商骨 当然会去商道而行 一来免招摇避开危险 二来行路更方便 不需老众沿途的官吏名颂 相爷神机妙算 孟傲佩服 果然是个能掐会算的大大商骨啊 我乃大秦丞相身负重任 又则会轻易涉嫌 如果稍有差池 自身性命是小 只怕有无秦国大王的所托 相爷所言极是 嗯 如今有猛将军在此护送 吕某更加安然无恙 哈哈哈哈 所以说此去离咸阳仍有树里 有猛护卫 相爷大可放心 好 干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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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怎么样 干罗啊 哎 干罗啊 怎么样啊 怎么样 啥都没有啊 都是你们来 把这鸟粥给吓走了 就是啊 你们一定要效忠的 为你们一叫 瞧 完了吧 对对对 我们换一个地方吧 走 哎呦 啊 谁啊 哎呀 没用的东西 破玩意 嘿 你竟敢打我屁股 谁打你屁股了 我打鸟呢 你 哎 我说 你到这儿来干嘛 干罗 我跟你说 那个队联啊 我已经对出来了 哦 对出来了 就你 啊 什么 说啊 嘿嘿嘿 那个啊 剪开出自两重山 哎呦 你真算出来了 嘿嘿 不过啊 这对子啊 肯定不是你对的 啊 哼 这对联啊 肯定是一个女的对的 哎 这个对联 什么男的女的 一派胡言 嘿 如果换成你对的 肯定会改成 劈开出自两重山 这样才有男子恨的味道 只有女人剪牙真的 所以才会换成 剪开出自两重山 自以为是 你就是想抵赖 哈 我刚刚从不抵赖哦 口说无凭 我也不跟你争了 咱们再比一番如何 比就比 比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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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们就别 看谁先敲响了 这个同众 我认你好 好啊 那一八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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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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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馨好 跟我回去 温馨 温馨 身为太子 随便在路上与那些孩童打架闹事 成何体统 正儿 你不要不服气 这事如果让父王知道了 一定会责怪于你 是甘罗仙欺负人的 而且不认错 母后对出的下联 她仍狡辩不认证 什么上联下联的 哎 那天啊 我跟甘罗比试 她出了个上联 踏倒垒桥三块十 今天母后替我对出个下联 剪开出自两重山 她一听便说不算数 说是个女人替我对的 那她怎么知道呢 嗯 她说啊 只有女流之辈才会缝啊剪啊的 男儿大丈夫嘛 应该是劈开出自两重山 才叫气干 大秦果然有这般神通 肖小年纪 有此才智实在是难得 虽无非非必重天 虽无明明必惊人 嗯 正儿 此事算了 你可以出去了 我与文姓侯还有事要商谈 是 儿臣倒退 走 走 此番初始燕果 半月有雨 我很挂念你儿 娘娘之前不为不敢忘怀 不过 这里不是一坛青手 宫里耳末众多 还是小心为妖 嗯 进来 相爷 大王要你立刻觐见 知道啊 相爷 嗯 相爷 微臣参见大王 文姓侯发射辛苦了 啊 为大秦设计 微臣理应费心 哈哈 文姓侯此番收效如何 啊 非常顺利 今次同燕王见面 小已厉害 懂之情理 燕王已经答应与大秦修好 共结盟国 请大王放心 燕国不敢再与我大秦为敌了 好 林国和睦则江土固落金汤 嗯 文姓侯为大秦设计着实助了寡人一笔之力 嘿 文姓侯此次可安好 嗯 文姓侯 嗯 哦 回禀大王 微臣回国途中 遇到了刺客 刺客 嗯 只可惜 不知道刺客 是谁人排除 呂大人乃大秦重臣 明扬七国 自使人人注目 如果有亲秦之心者 必然要先袭击呂丞相 这不足为奇啊 文姓侯 此番虽是化险为夷 但日后万事皆需小心啊 好 谢大王关怀 好 文姓侯 我刚刚跟熊大人正在商量如何处理太子田 你来的正是时候啊 看你意下如何 来坐 呂大人 太子田眼下正在宫内暂歇 大王一直在等你回来 商议如何处置为好 好 那熊大人意下如何 这 照直说来 我认为赵国与秦国是结怨难消 认我等如何理贷太子田 只怕一时难以修好 全都是妄然 好 这倒难说 按秦礼而言 赵国在长平惨败 自然时刻思念复仇之心 但是以赵国目前的兵力而言 他对我们秦国简直是以卵即使 所以 此时我们若以礼相待 令赵王以为我们有化解仇恨之心 那他自然不会轻举妄动 否则 狗急跳墙 顺野王 反野王 那么赵王就会联合其他五国 合力抗秦 这只是你一厢情愿吧 物极必反这个道理 熊大人不会不知道 如此说来 就以文信侯所言去办吧 寡人就将此事交于你了 微臣遵旨 狗将王子楚自恃国势健强 已沉迷于淫乱生活之中 吕不韦心怀孔色 四处搜集齐方 子楚身体日益不知 吕不韦多年宠心积虑 将服嬴政上会 复仇之际 看来指日可待了 段将军之意是 臣遵旨 从那二百余名 遣返归赵的幼童中 组称童军 此乃其中佼佼者 有数人女童 毕人为甚 你不是叫碧云去偷袭李不韦了吧 那是龙将军的策划和安排 只可惜我国似是失守而回啊 你能不能不知吕不韦已假乱真 失守而回 便听将军处置 袭击旅贼 原非已是 他乃非等闲之辈 此事怪不得你们俩 太子田被击秦国 如何救援 但我与大王戏气商量后再定谋 龙将军自会传言 你们俩等候掉钱 我一个人都没有 你真正的 优优独播剧场 你一定会在这一集 可是我对他们 已经被军划了 都没有 我对你们俩 有意识 其他人 有意识 有意识 我 有意识 我的 我 感谢观看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 太子尽量不要独自挽出 以免发生意外 不是温暖的时不再热恋 情形关于水深陷 看过了沧海能变上天 何苦总在求什么永远 万一年走过的流氛碎 万般情绪化成烟 对让我吵吹过难时 如今感谢好多光芒 说不变千万遍 说不变千万遍 也不过失去誓言 像这样子 轻飘飘我在耳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易语